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率團訪問印尼 並且在雅加達主持新南鄉市場啟動記者會 以臺灣精品作為主題 受到熱烈的歡迎 臺灣精品代言人Christine 也展示了這次服飾的主題 並且強調臺灣風景秀麗 充滿情調 期盼臺印增進觀光與經濟的交流 外貿協會在雅加達Central Park購物中心 舉辦新南鄉市場啟動記者會 這也是今年一系列推廣活動的起點 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 在駐印尼代表陳中陪同下出席 臺灣精品代言人Christine 及印尼服裝設計師Yvan Gunawan 也受邀出席為臺灣產品站台 黃志芳表示 印尼為東協經濟火車頭 也是年輕有活力的國家 臺灣從去年起就積極提出 涵蓋產業貿易投資觀光文化及人才 等各領域雙向交流合作計畫 期盼與印尼建立實質夥伴關係 希望透過這些貿易促銷推廣活動 能夠進一步的幫我們臺灣的產品 在東協找到更好的市場 朱印尼代表陳中與國貿局局長楊珍妮 期盼透過臺灣精品的進駐 讓當地民眾更瞭解臺灣的產品優勢 五月開始將陸續在印尼辦理臺灣形象展 以及臺灣州等活動 內容包括有臺灣精品區 綠色臺灣循環未來形象區 臺灣農業形象區 健康產業形象區等 最重要的是透過攬財煤河專區 以及臺灣設計力及臺灣觀光等形象區 積極開拓臺印人才交流及合作機會 臺灣宏觀電視傅一倩 印尼雅加達採訪報導 完成了